大家好,我叫陳維佑 我要在國際太空站上面進行的實驗室 在國際太空站種植馬鈴薯 我之所以想在國際太空站上面種馬鈴薯呢 是因為為了以後在人類長期具有在太空中的時候可以使用 在The Highest Frontier, Human Colonies in Space這本書當中 宇宙殖民地的人們也會在太空中種植食用的植物 我對時尾選擇馬鈴薯呢,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它是最容易種植的糧食作物 第二個呢,它非常容易突變 所以在我的實驗中,我會設21B兩組實驗 其中的A組實驗會讓它照光 照光主要目的是要讓它發芽 發芽之後呢,我們要去看它的芽 應該是我預計中會跟地球的表上一樣有相關性 但是呢,因為這邊是微重力的狀態 所以它的芽可能不會像地表上那麼長 那C組呢 B組是照光,純粹作為糧食來進行栽種 那我們要看它等它變成可以吃的時候 它的口味或是它的結構跟地球上是否有些不同 那這兩組實驗因為就是馬鈴薯 馬鈴薯非常容易突變 所以在太空這種環境中 它有可能會突變成地球上沒看過的物種 請到我一票喔 好可惡喔 好可惡喔